你出来一下,我找你点事儿 嗯,好 大烂猪 你怎么这么做 我跟你说一声 我上次几难 我今天就不送你上班了 你这是哪个人 我想去买一个车 买车 买自行车 对买自行车 买车干啥 买啥车 买汽车吧 我买啥车 哪烟台这么大 没有汽车 几难那边那个便宜嘛 我看着挺便宜挺好的 我想去上几难去看看 那几难跟烟台 就这么点距离 把它就便宜呢 你就去看好那个车了 他说发动机啊 啥子什么的都挺好的 烟台没有 烟台贵吗 贵多少 贵好几千了 它是个人的车 是一个小伙卖的 以前他在烟台上学 这是鲁东大学的学生 然后他 丈母娘家是济南的 然后他就把车开济南去了 车排号还是烟台的 他不会也是买了个二手吧 但是你这都比八手了 对 他买了也是二手的 那我觉得这个车房能行吗 还行吧 想过去看看 你和谁去啊 我自己去 自己去啊 嗯 这么老远 你自己去啊 你丢了 哎呀那你丢不了 没有多远 我查了一下四百 四百五十公里 开车就五个小时呢 嗯对差不多 你自己去 行找人和你俩去啊 你找个堵车的和你俩去啊 不用啊 我自己去行吗 不行 我怕你都丢了 哎呀丢不了啊 我出去给你说一声 我过去看看 那你坐高车去 我都不担心 你回来的时候 你开车回来吗 对啊 我开累了 我就歇会呗 不不不不 我还是担心你 你找一个和你俩坐在那边去 不用啊 人家都上班啊 找谁去 自己去吧 没有多少东西 那更贵了 就不合适了 我都没看车 怎么让人家快递游啊 哎呀不行 你自己去 我没办法做 哎呀没有事 这说了 你多长时间不开车了 你自己开车走 那不行 那不是 那不是钱不钱 这个累不累的问题 这是安全问题 哎呀没有事啊 啥啥啥啥没有事 有事就晚了 在家等我行吗 啊 你再问问你朋友 有没有人家 跟你一会儿去 你自己去 我实在不放心 没事 啊 人家都上班 人家都没有时间 就就我自己 现在有时间 要不你跟我去吧 就你有时间 我去了也没用啊 你去 我看了点 看了 我也不懂啊 去了 我也不懂这个车 好不好 我也看不出来 万一你这个车 你也不懂 万一再买的 把手车 你这坏账 怎么整 哎呀没有事啊 你就放心 我等我来走之前 我检查 把车检查好就行了 没事 你又不是修车厂 你又不会修车 就会干啥了 你说万一坏了 咋整 你说万一 万一这儿还在 小瓜小碰的轮了整 怎么那么多万一呢 那你做事情 你不得想清楚了吗 那你走的路上 有可能还能 创自行车上的 那你这不是远吗 那走高速那么远 走高速车速那么快 那多危险啊 那这么多说 那高速路都不用走了 那我不是不让你去 我说你找个人和你两个 会开车的 懂车的和你去 那不是放心吗 我现在找不着 人家都上班 那就等找着再去啊 那我不是担心你吗 没事没事 万一有事就完了 我答应你 我平平安安的去 平平安安的回来 这不是你答应的事 没事你放心吧 你就在家好好等我 听见没有 你就是来通知我一声是呗 我又是跟你说一声 我说我一会就去了 又是走了 你就是通知我票满了呗 买完了 就买完了 就是来通知我一声吧 那你为主征求我又有啥意思啊 我就跟你说一声嘛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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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天慢慢都老冷了 然后 接你上下班 你也不风寡雨淋的吗 我知道你是好心 但是 你在这里要保证人事安全的情况下呀 我又不着急 没事 再说了 你不开车 不是还有出租车吗 你出租车能一样吗 那我就坐在摩托车上 我也开心呀 好 别 别说了 我都票都买了 那既然你决定了 那你注意安全 嗯 行 到了之后 你也告诉我 上车了也告诉我 我会走了也告诉我 看什么看车什么样固负我 反正随时向我报告你的情况 嗯 好 我走了哈 嗯 抱抱抱 嗯 走了 嗯好 拜拜 好 嗯 上车够火啊 嗯好 嗯 现在去基本上到了都快中午了 啊对啊 我记得吃饭 啊好好好 拜拜 我记得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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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